還能死對頭北朝鮮呢 則是要推出類似好萊塢 像是由哈里遜福特演出 《空軍一號》這樣的商業大片 《空軍一號》是在演些什麼呢 帶大家來看看片段回味一下 我們在艦隊上 我們一位在艦隊上 我們有一個人在艦隊上 這位是 我快撕下了 我快撕下了 快點 我們在前面 I'm sorry Chris, where are we? We got a problem up here. Sir's Air Force One is badly hit. With the damage there's no way they can land. I'm sorry, sir. Thanks for your help. I'll stay on your wings, sir. Take it straight and steady until we figure out what to do. Sir... you did great. 好莱坞电影夸张的地方 就是总统可以一个人搞定恐怖分子 然后连飞机空军一号 都可以自己接手开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如果问到了北朝鲜 他们会告诉你说 错 这个电影里面这种情节 都是真的 因为领导人开飞机 有什么了不起 金正恩就会啊 没错 真的会啊 这个朝鲜的电视台 播出了一段新闻画面 我们的这个金正恩同志 这个居然坐在区间客机里面 自己飞 他真的有说过 他是不是才三十几岁 刚出头而已 开玩笑 你不知道北韩的这个宣传里面 金正恩基本上上之天文 下通地理 会开战车会架飞机 他无所不能 什么都可以就是了 对 他这次看到 他这次架什么飞机 他基本上是一种像这种 由安托诺夫所生产的区间客机 那这个区间客机 其实跟以前英国BA1 生产一个BA1-46很像 只是他把它四个发动机 改成两个发动机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金正非常认真的 坐在这个正驾驶的位置 因为一般我们看到这种飞机 客机他前面通常会有两个人 以前过去甚至还有三个到四个人 他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 但是左座也就是左驾 是由正驾驶来坐 那右边是副驾驶 那通常以前旧式的飞机 很多那种传统指针仪表的 他会有个飞行机械师 那另外如果要飞长城 还有个领航官 现在这些都很厉害 都简化了 都简化成你看到金正恩面前的 那些玻璃的这个显示板 也就是多功能显示幕 这种的飞机呢 我们称为玻璃座舱 操控起来来讲 其实说是也是那个容易多 那当然金正恩呢 他这次要过显示 这个他是全能的 北朝鲜国家领导人 所以其实这种 刻意公布这样子的画面 真的就是要展现 他说他是万能的这种感觉 对啊 但其实我们知道 既然有两个驾驶嘛 同一套操控系统嘛 那他坐在那边 你说不是他开的啊 当然不会是他开的啦 他开的还得了啊 你这样你也进不了北朝鲜 没关系 刚刚锐来哥去不了韩国航空 谁怕谁 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两个飞驾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他这边 那个飞行员 你看特别是这边这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已经漏了信了 为什么 这张照片就漏了信了 为什么呢 我们仔细看 谁把手放在那个油门 也就截流伐上面 这边有只手啊 副驾驶嘛 也就是说其实 一般而言啊 那个民航机 在飞机上地面滑动 或者是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是有一个重点 叫做Captain in Command 即是机长要控制 但其实你看 居然这个节油阀 也就是油门的手 是副驾驶放在上面 也就是说 当时其实是副驾驶 在操控飞机 不是金正恩大将军实际开 但他总有叫他放手 让我去玩一下 有吧 当然也是可以啦 当等到飞机起飞以后 飞比较高的时候 到巡航的高度 对不对 那个时候 他呢其实说真的 以这种大飞机来讲 我也曾经 那个操控过这种大飞机 像CF3栋的模拟器 其实这种大飞机 很不好操控 因为他本身你要做 那个算的那个回转量 比较大 所以呢 他这个飞机 他在空中操控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你保证 旁边的副驾驶 一定手抓的驾驶盘 抓的紧紧 就好像驾驯般那样子 那个另外一边 还是可以控制的这样 对 然后让他在巡航高度的时候 玩个两下 然后稍微轻轻的动一动 驾驶盘 他这就是在操控飞机了 当然后面的这个摄影官 技术也很高超的 当那个时候 他在操控飞机的时候 当然就是把整个镜头 着重在放在金正恩 大家以为这还是一种 行销宣传的手法 对啊 就是让大家以为 他什么都会嘛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在北韩这样的这个国家 就可以形成出 那个国家的这个领导 也就是金正恩 那跟美国那布希不一样 布希是真的会就是 布希真的会 那个就空军一号就是真的 布希以前是那个战斗机飞行员 老布希以前 那是鱼雷轰炸机飞行员 小布希啊 小布希听说 他也曾经这个 在战斗机的中队 那个服役过 但是他有没有飞 大家就不知道了 对 所以通常一般人来讲 你看他这样 整个飞的这个过程 你看他还指着这个 这个玻璃 也就是这个 那个多功能显示器 这个都看起来 其实是蛮外行的这个作为 对啊 不过说真的 以这个金正恩来讲 他这样子 就是说 现在其实国内 有些航空公司 他会宣传说 他的这个 那个总经理啊 或什么大官也是那种 飞行员出身啊 而且但是说真的 如果今天真的 如果说你今天做到 这样的飞行员 飞的飞机啊 你会很担心 当然啊 这一定还是会啊 但是会交给另外一个人飞啊 可能这个镜头后面 还有二十几个飞行员 倒是不是 前面都很窄 很挤 但是这个 我跟各位保证 能够陪着金正恩读书 陪着金正恩飞飞机的 那一定要了不起的 一定是他整个航空公司 这个机型的总机师啊 才能够这样 要不然到时候出事了 谁负责